哈喽,我是阿龙,我是小明,我是文卓 今天超级开心我们解锁了一个新地图 跟大家分享这个月的歌单和书单 那这个月歌单书单的主题是关于夜晚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 音乐人夜晚的不睡觉的时候到底在干嘛 那很荣幸我身边这两个人 有非常不一样的两套生活作息 左边这位,他的生活作息无比的健康 每天十点睡觉,七点几床 右边这位,生活作息无比的艺术 每天晚上都干一些我们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事情 今天就给他们二位阐述一下 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工作模式 请你们开始你们的battle吧 我们谁先来 那我来吧 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们做视频快三年 每天早上七点钟他都可以起床 然后叫我们,非常的夸张 我真的觉得在现在的时候 我觉得看视频的人很少有这样 是不是一个脑恋人的生活,对吧 其实是这样的 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因为从人的生物中来说 就是你不管是你知不知道几点 其实你都是会更容易日出来做日落而息的 就包括植物都是这样的 从小就会被养成这样的习惯 这个习惯从一年开始养成的 一年开始我早上六点半钟就起来练琴 练到七点半钟就上学 武汉的朋友们 没有暖气的武汉的朋友 那你几岁开始是六点半钟的? 大概一年级开始 一年级是几岁?七岁?七岁 我想问一下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谁 六七岁开始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练琴 这就是文卓老师的通见 然后第二点你生活在武汉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早起是蛮辜负过早这个事情的 你知道吧 你去完豆皮就没了 就是你早上起来来先练琴 六岁情绪过早 对 然后去上课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工作模式 除了真的自己在家创作的这样以外 是需要去跟别人合作的 你要需要一个时间 你不可能说拉到晚上说 来 二冬现在是晚上12点 我们来合个曲子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不可以的情况24小时的 你12点之前去找不到人的 大家都是二十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二十万我们合个曲子吧 我晚上定来到12点到2点的 你来这个棚里见 那是你们读大学的时候的 那么小学的时候呢 对 所以我说其实我小时候也是那种 初中的时候有去早上起来去 导作习啊 不是 你觉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样的 相对来说颠倒的做义习 我觉得耳东刚刚说的很有道理 其实我是被其他的艺术家引一下 真的 那叫做艺术家 我不叫艺术家 朱者赤是吧 之前去录很多节目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彩排就晚上1点开始 1点到3点 他的安排是全天候的 24小1点到3点走这一趴 3点到5点走这一趴 很多音乐就5点到7点走这一趴 8点继续 其实很多作息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因为音乐家非要用这样的作息 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不得已 大家的档期很难协调到一两天 如果很多人都需要走台的话 你可能就不得不为了一个好的舞台呈现 去牺牲你一部分的睡眠时间 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这种真的半夜1点钟开始排量或者走台的话 你状态会好吗 你不会忘谱或者什么东西吗 你白天睡觉就不会 你一人看着正亢奋的 这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固定 小明耳朵会出去跑演出或者比较多 这么就会不定时 因为车不一定 像我这样就每天老老实实的练个琴上个课 更稳定一些 更容易保持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从应该从这个你出不出门 跟爱老交道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 如果小明经常出去演出的话 那很多排练就是在晚上 那不得已不得已把作息调成这样 那我们如果在家里相对来说 更多的是教学工作或者是研究型的工作 那对他来说一个好的作息 他生活更健康 他的这个收益是更大的 有可能有更高的产出比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因为对我来说 早上这个时候是我的记忆力啊 学习能力都是最强的 但是这么说吧 我之前写东西的话 就是你的成功经历很有可能跟你的作息挂上 我感觉艺术家可能都比较有拖延 可能你在某一个不得已的时间 你不得不熬夜 就跟大家准备考试一样 临时抱佛脚那么一两天 就如果考得很好 你可能下次感觉 是不是因为我晚上复习的好 还有一个循环 那么你来的 如果在你没有演出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但是为什么 如果你自己能调整的时候 你希望把它调整成相对正常的 还是说继续坚持这样的相对颠倒的动作 我觉得很多时候白天的时间 你感觉可能不适合于你自己 很多时候你跟大家的时候 你晚上的时候可能更自我 你很多东西 灵感确实会迸发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我们人呢 就我跟小米 其实我们三个人生物中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本书叫《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其实大家生物中就是有三种梦书 我们三个就完美符合这三种梦书 哪三种梦书 一种是我这种 就是喜欢早睡早起的 就如果说我想早领导 我领导早起 我可以五点钟起床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效率是最高的 然后晚上其实效率不高 一种小米这种 凌晨睡觉 上午起床 有可能下午起床 但是呢 他那个时候起床 他的效果是一个重要 如果说你真正硬要他起床 他可以起来 但是那个时候他起来 对我早上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对 这是第二种人 第三种人就是你这种 就是大概晚上12点 左右睡觉 然后八九点钟起床 你是最舒服的 就是这样三种人 每个人不一样 我这种人大概占40% 小米这样30% 你这样20% 所以按现在来说 你说12点以后睡觉 有60%的人 其实是适合12点钟左右 其实有理论对着 并不是说早睡早起 也就是最符合的 其实说不是说早睡早起 而是说你每天需要一个 6到7小时高质量的睡眠 一个是可以帮你恢复体力 一个是帮你恢复这个学习能力 增加肌力 最重要的一个是控制你的情绪 那小米这个情绪 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控制 就是因为他晚上没有睡好 那就对了 我们就需要这样不好控制情绪 对我们早上把它拉起来拍视频 这么说吧 小米为了我们的这个工作 为了我们的视频有效果 他希望了自己的顺便时间 给大家呈现出来这样好的效果 对对对 你们愣着干嘛还不投币 给小米充充电 让他好好睡一觉 不让他这么这么不可控 然后呢 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晚上创作的时候 就告诉视频的时候 真的会很有灵感吗 我肯定是凌晨更有灵感 这个我得说一下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选题 我想的比较多嘛 我们三个人里面 我就这么说 我感觉我大部分的选题 可能超过七八十的选题 可能是我大概凌晨的时候 我啪一下一块床起来想到的 那可能是我在十二点钟的时候 躺在床上 然后我脑子还在一个思考的状态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我想睡没睡着 我在这个意识半梦半醒之间 它可能有个灵感就迷发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它记下来 就可能成为了一个旋律 或者成为了一个灵感 那我觉得我白天很难遇到这样的 一个这样一个时间 你需要一个 你可能不那么清晰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跟这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其实是白天你会被其他事情 所束缚 没有那么专心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作曲家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作曲家 都是晚上学习 包括作家 还有很多晚上创作的习惯 他也许就真的需要你脑子 没那么清楚的时候 然后你来创作 他有你能找到有一个边界 它是一种跟梦境相关的 因为我觉得梦是非常有艺术感的 一个东西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 它跟实际的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所以如果是说我现在每天都是产品游言 然后生活跟人讨价还假 那我是在这个状态中 你也许很难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灵感 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来产出一个艺术作品 那如果我在一睡觉的时候 我本来就是在天方夜餐 我就可能各种看脑洞 各种脑骨 这个时候你在半梦半醒之间 也许就在梦里面 你脑子里突然有个想法来形成了 它是个也许 最开始是个很夸张很离谱的想法 然后在你醒的时候 你再把它用理性的思维 再把它整理整理 也许它就是个很好的创意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很好奇 你们晚上就是如果不睡觉 你们都在干嘛 或者大家夜生活都喜欢干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从这个最丰富的来讲一下 来 你来说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还是挺一样的 大多数时间可能在玩一些游戏 可能在看一些 也会看书 但看书时间比较少 可能会刷很多视频类的东西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毕竟在做视频 还是会刷跟视频相关的东西 你有看过你的屏幕使用时间吗 哔哩哔哩的使用时间增强 有道理有道理 工作嘛工作 工作对没问题 刷甲午也算是工作 没问题没问题 耳东一般大家干嘛 我觉得晚上我大部分时间在思考 是真的 我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比方说七八点的时候 刚刚天黑的时候 可能时候会有一些工作 或者是刷视频 或者是看一些输入一些内容 就无论是看电影也好 刷视频也好 刷B站也好 都是在那个时间来输入 大概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时候 就会分支成两个选项 一种是可能我看到某一个内容会特别入迷 我就继续往前追 然后最近有在追剧 可能突然一下你继续看到隔一万点 然后你就睡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十点十一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差不多要睡了 到时候我就躺到床上 但这个时候我不一定睡得着 看状态 其实是有点被动无奈的选择 其实我是希望十点的时候 我是能睡着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是入不了睡的 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想问题 但是这其实是被动在想 因为你脑子其实是一直被动在转 然后就也许这个时候会想到好 也许想不到 那就一直在想 想到了可能 可能看什么时候能入睡就入睡 所以其实我的睡眠质量很不稳定 我是真的能希望可以像文卓这样 我到了一个十点钟 我就困了 我沾上水的我睡着了 然后我第二天的整个质量会很好 但是我晚上的时候大部分时间 其实是在想问题 其实晚上这个时间就是很丰富的 在很久之前或者民国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电灯和夜神火 大家就干的最多就是聊天 对吧 就是在四川叫百龙门镇 这个东北叫闹磕 武汉叫夸天 对吧 所以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让子弹飞》 它原著叫夜谭石济 你看这个名字叫夜谭石济 它其实是十个故事 它有十个人 他说每个人取了一个名字 作者就叫不帝秀才 你们知道不帝秀才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真不知道 考中的叫吉地对不对 每一考中的叫不帝 然后是秀才 他们成立个会叫棱板凳会 就跟我们这个一样的 今天小明讲个故事 叫什么 人家耳东叫个故事叫什么 我讲个故事叫什么 每天一个人讲个故事 就是大家度过一个夜生活的时候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看剧也是 耳东现在在看剧对吧 小明有时候就去玩那些游戏 其实是一个发现故事的过程 这个故事也不一定需要一个真实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灵感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你说一个故事 我说一个故事 说不定哪天我们聊的某个话 你就触动了一个灵感 对吧 所以《让子弹飞》这个故事 其实是在聊出来的 对 其实就是一个故事 它这个里面叫道观记 原名叫道观记 然后其实还有其他九个很好玩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最前的故事 我相信是很多人从小的一个习惯 对吧从小替妈妈讲故事 后来你自己会去找故事 会去刷故事 随着这个科业的发展 这个夜生活越来越丰富 大家闲逾的时间 越来越集中在晚上 比如说你白天你个子 该搬砖搬砖 该上班上班对不对 只有晚上时间才去玩 说到这个玩这个事情 你们晚上如果纯说玩的话会玩什么 三尔达 之前我觉得很 我们跟朋友去上科丁比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约朋友出来的时间 相对比较少很多 大学的时间玩得多一些 对 现在顶多自己在家里打玩游戏 因为大家晚上时间也很难拼在一起 很多爱好时候 其实是这个时候才实现 对不对 白天你需要干你自己的工作 晚上才去爱好 比如说尔农会去真正 去认认真正玩一玩 这个三尔达 你也不是为了说我要通关 你其实玩的蛮慢的我感觉 对 其实你会想着玩的过程 就是很多人有那个好友说 你为什么那么晚的上线 我说因为白天真的没有时间打 我每次都十一二点钟上线 就是你会在那个时间点 然后就是追求一个 你自己内心真的很喜欢 然后没时间做的 对 白天是生活 晚上才是爱好 对 没有问题 就是真的玩 其实也需要认认真正的去玩 所以这个还有一本书 就是专门写玩的书 就是于谦老师 你们知道吧 就不是明朝那个 是说相乘那个 就是万能奉更 就是他是非常喜欢玩的 他这本书就叫玩 余轩老师的一本书叫玩 对 他就是玩 余轩老师 他最喜欢刚才是玩动物 对不对 他开了一个自己的私人动物园 他在这本书里说 玩这个人 他从养这个宠物 从小的开始养 猫啊狗啊鹰啊 他都玩过 但是他妨碍了他的这个 说相乘这个事情没有 其实也还好 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党来说 一个是大家身心发展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一个是你在学习知识的时候 所以有一个建议可以其实给大家定一个睡觉的时间 然后到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该玩的东西 该学的东西其实都要放下 所以这个时候睡觉保证你的睡眠是最重要的 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晚睡或者说早睡早起 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你每天充足的高质量睡眠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管对于学生党还是对于工作党 你的工作也好 你的其他也好 你身体都是第一位 身心健康都是第一位 说了你好充足的 你的情绪也好 也抗抑郁啊 就是无论你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时间的原因 然后你没有时间学习也好 没有时间玩也好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 首先第一点要保证足够时长的睡眠质量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做新模式 因为你睡眠质量是一切工作学习和玩的基础 对一切你身体的基础 没有充足的睡眠的话 你可能所有事情都做得不一定好 这是有科学研究的 第二个在上传以后 不要去做任何的刺激 比如说刷短视频 然后去看这种 这一点我觉得需要强调 特别重要 就去打游戏 然后去跟别人 就是看这种很刺激的电影电视 这都不要 然后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些使你能放松的音乐 这个时候说到音乐了 来二位音乐家推荐一些你们晚上时候睡觉的音乐 他也许能助眠 也许晚上能帮助你恢复很多的精力 或者也许晚上能让你们愉悦 那你们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跟大家推荐 我先说吧 我其实有一首叫做柴克福斯基的弦乐小夜曲 我超级的喜欢 但这首特别跟其他的描写夜晚曲子不一样 这首曲子特别的 就是你第一时间听你会觉得特别的猛 就一上来特别的炽热 其实那个感觉 他特别有意思 哇我上家伙了 上家伙 给大家科普一下呢 就是索拉都是个三连音 我们不管乐理上成分 三连音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一拍的单位时间内 你要演奏三个音 柴克福斯基 把这个人类睡觉的这个感觉 真的是描写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晚上应该你感觉是一个非常亲近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的乐丝起来 你非常有灵感的时候 你怎么描写你这个有灵感的时候 他在谱子上那个三连音还要加重音 也就是说为什么晚上不睡觉 其实大家有感觉就是 你感觉你可能白天 很多时间浪费了 你想到晚上把时间找回来 其实很多人是有这个心态的 就是曲子是1880的时候 就1880是爱迪生刚申请了电灯炮这个专利 那个时候夜生活才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几百年后 还可以感受到柴克福斯基当时那个心态 就你感觉时间不够 本来一拍大家都是干两件事 他一拍里面要干三件事还特别强调 就感觉晚上电灯多了以后 你时间变多了对吧 对就是他把 开启了潘诺拉模糊 对就他特地强调每次都用三个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把一分钟拍 拌下三分钟再把一分钟两分钟 再把一分钟变成三分钟 他这个特别有感触 那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夜曲通常来说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夜曲 大家都肯定知道弹着肖邦的夜曲 肖邦是写夜曲比较多 肖邦的夜曲就是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刺激 采端这个三连音其实是很刺激的 非常刺激 肖邦是什么年代的 肖邦是浪漫主义早期的 那他的年代大概是什么 大概是19世纪初 那就是肖邦那个时候没发明电灯 所以就夜夜升歌了 就开始这样了 就之前的夜曲都是助眠的 不不不 夜曲其实不是助眠的 夜丝 它是一种跟自我的对话 他自己说一个情绪的表达 就相当那个时候夜曲是专门给钢琴的小偶品 因为如果有大家学钢琴的朋友 就是了解夜曲或听过夜曲的 他通常来说都是非常有夜晚氛围的 那他跟这个夜曲的名字有关系 是说这个题材就叫夜曲呢 还是说我夜曲 你真正就是我在描述晚上的氛围和这个环境 他这个曲的名字就叫做夜曲 这个题材就叫做夜曲 他不是说你只有晚上能弹啊 你白天也能弹 是不是跟磁牌这种像一样 是类似的 对 它是个固定格式 对 它其实是一种固定格式 就是它的曲式啊 或者说它的风格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然后为什么说是夜曲 因为晚上嘛 大家都睡了 就是艺术家们 我们刚才就聊过 艺术家们都是与自我对话 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真的去想说的东西 情感啊 呃 故事啊 你可能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啊 那你知道这种情感可能更容易发生在晚上一些 所以他会觉得是个夜曲 还有一个东西叫小夜曲 啊对 为什么小夜曲 哎小夜曲和音乐曲不一样 夜曲是弹给自己的 小夜曲是弹给你对象的 哎 对吧 有意思 他需要一种 三个音可以抠动新鲜 哎 抠动新鲜 一二一二三 一二一二三 为什么分那个登登登顶也是三个音呢 三个音就很有意思 他很有动力感 然后我喜欢听的晚上就是那个 李莫斯基喀喀科夫的天方夜谭 你还记得吗 真记得 是 他因为小了挺的 觉得慢一点 慢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对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天方夜谭女主的故事 就是天方夜谭又叫一千零一夜嘛 它是欧洲的一个故事集 就跟格林通话什么东西是一样的 就我们熟悉的那个阿里巴巴四次大道 星巴达 然后阿拉丁神灯 其实都是这个故事集里面的 然后一千零一夜是这个故事集里面第一个故事 就是就是这个公主或者这个女孩这个故事 对 史克拉萨德的故事 就是这个古王是个暴君 然后每天晚上会跟一个新娘结婚 然后第二天然后杀死新娘 然后这个女孩就很聪明 他就每天晚上给 国王讲故事 然后到天亮的呢 讲到天亮的就 这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我觉得 他是不是跟什么三天方学过评书 刘寇你知道吗 然后就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 然后史克拉萨德的两个人就真的就相爱了 就是故事这个事情很神奇 那我很好奇就是他这个旋律或者这个主题 他只是说表现这个这个 这个史克拉萨德的他自己的这个性格的这个色彩 还是说他跟这个整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有相关 对 因为他是一套嘛 所以是他有四个乐章 第一个乐章讲的就是一开始会有魔王和这个公主 然后这个小明刚才拉的就是这个 这个主题一直都在这 往后面就其实就是讲喜马拉雅航海的故事 就是欧洲最糟最糟的想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我觉得陆飞想找那个宝藏就是他的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很好听的一个就是第三月上这个 就是最著名的王子与公主 他没说是什么王子和什么公主 但是那个主题一听就是一个王子和公主的感觉 作曲家没有明确的写 我这是讲的谁或讲的什么 我们看小说的时候或多或少有所自己的投射 这样的故事才是一个好的故事对吧 就比如说灌难高手为什么那么能打动别人 就是因为我们会投射到他的 这样就前段时间中国的这个灌难高手 真的夺了全国联财冠军 把全程花车有心 就是在每个人当中 所有故事都会有一些投射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三首歌 一首是王力宏的 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是发现于2002年的布格斯亦传记里面 然后是周杰伦的《雨下一针碗》 是10年的花时代 然后是IU的夜信 然后发行于2017年的专辑里面 这三首歌都是表达夜晚的思念 但是思念的人或者思念对象和心情 都会有些过的不同 而且这三首歌都是我在不同的时间 晚上真的听了很多的一些歌 王力宏这首歌 他讲的这个故事 是跟我非常有感动深受的 因为我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 去到北京准备考学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 等于是我当时很小 只有16岁 第一次离家 然后在一个环境陌生的地方 然后准备一个考试 然后那个时候 未来都有来说很未知 是的 那考前大家都 然后那也算是我第一次离家 出院门 然后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所以当时听这首歌 就非常有一种 说不出的共鸣感 王力宏大概是在一个凌晨的时候 走到台北的一家便利店 他看到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 在打工的一个场景 他就觉得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很心酸 这首歌其实是讲他 看到这个小女孩之后的一个感触 可能年纪非常小 在一个外地 没有人照顾 或者是自己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环境 你的心情很彷徨 或者是你晚上会思念一些人 那就一样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整个歌曲的最后一句他讲的是 他想起远方妈妈的脸 生命是简单的考验 包括我说的另外两首歌 周一伦的《雨下一阵晚》 还有《阿尤的那种夜信》 也都是我在不同的时间 正好可能有这样的感受 而且就是周一伦的那首歌词里说的是 白羊木影子被拉长 像我对你的思念走不完 其实我觉得夜晚的所有的音乐 其实很大程度来讲 它都是表达了一个思念的主体 因为大家可能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除了自己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以外 很多时候你可能在思念一个 你正在思念的人 或者是一个你可能见不到 或者是你暂时没有办法和他联系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大家以后 无论你听到什么样的音乐 如果你自己喜欢你一定要珍惜 你当时听歌的那样一个心情 因为你可能人生的不同阶段 你听歌的感情都会不一样 但是你那个年纪听到这样一首歌 当时那个心情可能永远留在那里 很多年之后当你回忆起来那一段的回忆 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你对人生完全无法复制的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音乐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非常不可替代的一个面 你除了你听歌以外 你很难找到一个点 就是你在晚上 可以瞬间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回忆 把你的这个所有的感受 感知力全部拉回到一个当时的那么一个状态 音乐的升级是完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让你瞬间回到当时当刻的一个感觉 对所以就是你看我们三个人 明显大家感觉到 看的书还有听的歌的这个风格是有不一样的 或者是跟你的性格有相关 或者跟你的接触面和你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 但是无论你从哪一个风格或者从角度出发 你自己的状态和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你自己需要的东西的大致的这个感受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大家在听歌来讲的话 你只要能保持住这个东西或者你自己能感受到这个东西 就其实就已经很非常好了 是的 好了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完整的歌单和书单请看下方的评论区 大家请多多给这个视频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我们是第一次换到一个类似这样的环境 用这样的方式来给大家分享 也是第一次聊天 茶话会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那就感谢你们看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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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